嗨吧 工房 我是水煉公告夫教練小菜 我先跟大家拜個晚年 恭喜發財 過年的時候阿比他去美式大賣場 搞了一套挖旗桿 聽說最近在網路上評價還挺高的 4.7分 所以今天呢 咱們就來實測一下 美式大賣場C牌的挖旗桿 整體來講他的設計感還是挺好的 只是他的價格來講我認為有點太低了 相信很多球友應該都還蠻感興趣的 就是說他到底這一套有多厲害 首先呢我們就從他的設計感來講 可以看到其實還不錯 雕紋的部分其實還挺不錯的 還有他的乾面 乾面也是有用一些滑紋的 摸起來挺舒適的 他的配重來講其實還不錯 他是52、56、60 總共三隻 他的底角來講的話 52、56是10的bounce 60度是8的bounce Light Angle是64度 以及他的揮重來講的話 他的52是D3 56跟60度是D4 其實他的感聲也配得還不錯 他是True Temper的感聲 可以看一下 所以以這個揮重來講 有些拳偶他會覺得太重 以我自己本身來講 我是喜歡重的切竿的 因為我自己的挖旗桿是D5 對於我來說不是特別重的一個切竿 待會我們就來試試看他的手感 可是第一個我要跟大家解釋的就是說 他不是鍛造 他是碳鋼 其實先前我就已經有先稍微試切了一下 手感還挺好的嘛 很多時候可能想 我一個挖旗桿的頭就比他整組還要貴了 我就建議大家抱著一個嘗試看看的心態 你就買一套可能4000多塊 也還好也不貴 那今天剛好我們搭配了G80 這台數據機來評測一下 以我自己的感覺打起來 他的距離以及手感 再來我們會去外面實測看他的停球 他的spin 相信大家很多球一定關心的 是spin嘛 想用打上去拉一個很長的spin backspin回來 感覺很酷 我先試試看 那目前手上是一個56度 我先切個30 32還不錯 可以看一下 飛行32滾動3馬 總共35 首先他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他的底角是屎喔 所以擺下去的時候 給我的感覺其實還蠻利的 因為bounce他沒有很大 第二個是他的手感的問題 那雖然是碳鋼 當然跟鍛造的還是有點差距 我認為他手感算好 再來他的穩定性 我覺得他的重量 其實是我喜歡的重量 所以我很快就可以適應他 很多球友在打這一套的時候 因為感身的問題 他可能比較重 大多數的球友的切竿 都是spro的感身 那這是true temper的感身 所以他的重量 才有更重一些了 雖然上面也沒有寫 他的重量多少 可是拿起來 整體的感覺是很重的 現在我們來到了外面 待會我先來切個30馬 看一下他落地後的表現怎麼樣 這也太停球了吧 這也太停球了吧 整個停在那 我來換一隻60度看看 60度 大概滾動距離不到一馬 大概滾動距離不到一馬 剛才小菜教練跟我說 這一組有一個唯一的致命缺點 很多優點 可是他就是有一個缺點 因為他是銀色的嘛 所以當你在太陽底下 他會反光 就很像那種 你在爬頂咕那一種 那麼的刺眼 當你打這招球竿的時候 我盡量把墨鏡帶起來 我們練習場裡面 評測完了 現在就來到了 我們練習場 練習果嶺 就來直接在現場切一次 因為我們是比較 更難的YouTuber 我們只能在這裡切 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果嶺到底有多快 有多硬 這根本就是水泥地好不好 唉唷 有多快 這個目測應該有10以上 這個果嶺 仿造奧古斯塔的果嶺 待會我就直接從 我已經準備好了 從停車場 切過來 看一下他到底停不停球 就是要這種客難的場地 才能 評測出這個球竿的好壞 待會呢 我就拿60度 大概切15碼的距離 可以看他的停球效率怎麼樣 然後還記得要戴墨鏡喔 如果你沒有戴墨鏡的話 你在湯底下打這支 你的眼睛真的會 夾掉 有小小的Speed 了一下耶 有小小的Speed 了一下耶 有小小的Speed 了一下耶 對我來講啦 因為挖起桿是消耗品 對 那我會覺得說 花個五千塊 而且我覺得他 停球啊 甚至是他的重量 我都覺得是 可以買回來 反正就是消耗品嘛 就是有點像玩具的概念 這樣子 老實說啦 他真的不貴 就買來玩嘛 其實每個人手感都不一樣 我是先講出我自己的感覺 那他到底 可不可以買 我個人的話啦 像我哥哥在打球 他也沒有打很久 可能我就買這一套 給他打 這一套來講 你打壞或打到石頭 或怎麼樣 你都不會心疼 就買那種一顆八千啊 一萬的頭 你稍微滑倒一下沙子 哎唷 啊 啊怎麼辦 沒有必要 也不能說他是不好的東西 可是以他的價格CP值 真的挺高 所以 廣大的華語球友們 有看到這一集的 快點訂起來 直接馬上訂 我怕那個到時候 他會來找我們業配 美式大賣場C牌 可以找我們業配 非常歡迎你 如果你剛好在看這一集 你又剛好是主管 快點跟我們聯繫 只要你們出星球干 我們就馬上評測 這一集我們真的是 沒有業配啦 想說就好奇 然後網路上 就大家討論的好像很熱烈一樣 就把它拿來評測看看 給大家求一個方向 去考慮適不適合 可不可以買 那我們這禮拜就到這邊吧 那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